连我跟你那么不熟 我都有听过说 你是一个超级爱迟到的人 我已经像方明远过了 可是那是 比较十年前的事了 现在全新的文章 不不不不 没有十年前 怎么样 你有刚刚合作过 我们以前一起主持一个节目 去学校 然后他就是 我跟你讲 我在第一集是在外县市 一早就要搭那个游览车 大家一起去 然后结果 后来一直都没有出现 直到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然后半个小时 快一个小时 他终于出现 一小时 而且我们在游览车上等他 我们等于是会压缩到 我们到现场梳化的时间 我们还没梳化哦 然后结果他来 他骑 戴个全罩三圈帽 然后 砰砰砰砰砰砰 然后骑着重机过 追梦人 超帅的哦 追你个大头的追梦人 然后他在楼下 然后看游览车上面的我们这样 哈喽 他完全没有迟到的意识吗 没有 他一个小时 然后他把车停好 然后我们车上 大家就是觉得 上车也能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 他就这样 一上车 嗯 嗯 翠克翠克 早安 早安 翠克 嗯 我早餐吗 翠克 我早餐 大哥们 都看看是谁来了 所以他是觉得 所以你是觉得 一小时不算迟到吗 那是我想说 因为签了一个新的重机 想给大家好好 看一下我新重机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起来 我想说因为 这样大家都全部都在上面 我想说英雄总是比较晚登场 这很长啊 你是不是这样 他的逻辑里面就是 漫威英雄也不会一次出来 所以派翠克你 你当时已经对他印象非常差吧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校园 我第一集哦 然后结果我去那边真的是舒嬷到一半 那天那个 那个我装法是来帮我抓那种很帅的赤卫头 他要抓整个头往后输 然后像是以前Energy的TOLO那样子 结果他抓了三根之后 然后外面就是大声喊说 要开录啊 真来不及了啦 我就头顶着三根 冲天后进去 我就这样做开场 然后我一整齐都这样 然后中间一直找空档去帮我补 再补一两根补一两根 所以你跟他从那个时候就结下梁子了 对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迟到大王 所以你们之后的录影 他都一直迟到吗 算是蛮都会迟到的 对啊 今天晚上十一点 my video 线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